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早上平安 今天我们要进入民宿集第30章 主题为认真许愿 主要经节是第二节 人若向耶和华许愿或启示 要耶稣自己就不可誓愿 必要按口中所处的一切化行 那我们进入这头两节的时候 圣经这么说 摩西对以色列各支派的领袖说 这是耶和华所吩咐的话 第二节说到 人若向耶和华许愿或启示 要耶稣自己就不可誓言 必须照口中所处的一切化去做 那今天我在这差不多16节的经文当中 我就抽出他的重点和所谓的分段来分享 很多时候我们知道说人会向神许愿 可能会有这几方面 或者是说人会有特别的感动的时候 会向神许愿 或者人遇到危急的时候 也会许愿向神请救 那么许愿是什么 许愿就是大应神 照上帝的心意要做些什么的 那然后我们看到 第一到第二节 只有这两节的经文 在16节里面 只有这两节的经文 他是向无论是男女 不分男女的 任人都要守夜 这是在这两节中重要的一点 他的对方所说的就是 无论你是男的或者是女的 我们许愿的时候都要守夜 那么许愿和启示 本来就是向神做的 目的是什么 耶稣自解 那只要说要耶稣自解 是什么意思 就是用所启示的 所许的愿 来所谓困绑自己灵魂的意思 所以意思是说 每当我们许愿的时候 要特别的慎重 那神设立这样的条规的目的和在 其实是让神的百姓 在许愿中学习顺服 同心享福 特别是在意上有权柄的 我们都要好好的学习 怎样同心 怎样顺服 好在我们活在神的允许当中 能活得长久 那不可誓言 意思是说 我们宁可不许愿 假可以的话不许愿 但是却不可以誓言 这是我们应该深深打动自己的心 劝你自己好好的守你所承诺的 免得我们向神誓言 因为在传道书第五章的二到五节说 你在神面前不可貌似开口 也不可心急发言 看到吗 不可貌似开口 就谁 哇 冒犯啊 对不对 那因为神在天上 你在地下 所以你的缘语要过少 事物要少 就 令人做梦 缘语多 就显出疑美 你向神许愿 偿还不可吃业 因他不许愿 所以你许的愿应当偿还 你许愿不还 不如不许 所以发觉到传道书这里讲 说叫我们许愿 向神许愿 真的不可以延迟的 不仅是不可心急开口 不可貌似开口 但是一旦许愿的时候 不可以延迟还愿 那假许可的话 更好的就是不许愿 因为不许 我们就 不需要缓 那如何引用这旧业的原则 在我们现今新业的时代 我们知道许愿这个规定 现在进入这新业时代的时候 已经变得比较复杂一点 那么我们就看耶稣怎样教导我们 不可以乱许愿 他真的希望我们能够走出这个律法的耶稣里面 然后恢复呢 当时律法的正义 那我们就看马太福音第五章的三十七节 你们的话 是就说是 不是就说不是 若再多说就是出于 骂恶者 哇 所以 耶稣说讲的呢 这 岂不是呢 告诉我们要慎重 要很认真的 该说还是不该说 那么我们就进入第三到十五节的时候 然后我们就大概路过来了解一下 谁到底怎样的 OK 这分段 所以从第三节到十六节开始呢 你会察觉到这些的条例 其实是告诉女生 告诉我们女人 对女人所说的 吩咐我们女生呢 在上有个权柄 有个遮盖 那这个权柄和这个遮盖 要么就是来自 他的父亲 要么就是来自他的丈夫 就看他是已婚的还是未婚的 那重点在哪里 重点有三点 只要是未婚女儿的话 就是还没有出家的女人 那么他就会有父亲的遮盖 父亲的遮盖 那我们刚才所读的这个 这个 我们现在来读第三节 女人年轻还在父家的时候 若向耶和华许愿要耶稣自己 他父亲听见他许的愿和耶稣自己的话 却向他默默不移 他所许的愿和耶稣自己的话 就都有效 但是 若他父亲在听见的日子 不允许他 一切所许的愿和耶稣自己的话 这就不算为有效 耶和华也必赦免他 因为他的父亲不允许 所以在这一段话里面 我们知道这个女子年轻就是他还未婚 还是在父亲的家中居住的 所以 这个遮盖和这个权别 是来自于父亲 所以一旦未婚女子的许愿 就是他在结婚之前所许的愿 若父亲听见 默认 他所许的愿 必要复兴 倘若父亲不允许的话 那他所许的愿就没效了 这明显的 表示什么呢 神很认同 在以色列家中 父亲的权威 这父亲的权威呢 就在这 两节的经文教导 第一 我们要尊重 父母的权威 然后第二 从这三大第五节里面 就告诉呢 未婚的女生 不可以盲目许愿 所以希望我们能够很清楚的明白 这点 然后进入第六到第八节的时候 他若已出嫁 有愿在身 或口中出了耶稣自己的貌似话 她丈夫听见了 却在听见的日子 向她默默不渝 她所许的愿 和耶稣他自己 的话就都有效 但是 若她丈夫在听见的日子 不允许 丈夫就废了她 所许的愿 和口中所出 耶稣自己的貌似话 约合华 也必赦免他 所以来到这 第二的是 向 已婚的 女儿 说话 那么已婚的女儿这时候 在上的权柄 就是她的丈夫 那个 丈夫 得责 感 所以 这里我们看到呢 之前是女人 婚前所立的业的话呢 就是她还没结婚的时候 现在只要已经结了婚的话 就要看丈夫 所以丈夫只要默许的话 结果没有出生 她只要默默的在哪里 OK就已经确定 就是有效的 但是只要丈夫不许可的话 那么 就 作废了 当中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就有一个例子 就是哈纳 她是在圣经之中唯一去自行许愿 将自己的儿子 善母 终生奉献在 世罗会幕之中 侍奉的一个 立案 所以这个我们 都看见了 对不对 来到第9节 第3组的女人 第3组的女人是什么呢 就是 寡妇 或者是 被修的 被修的夫人 就是 离婚的女儿 所许的 愿 他所有 耶稣自己的话 都是 有效的 来到的第3组 只要是寡妇 或者是已经离婚的女人 那么 他们 必要 自己来承担 自己所 许的愿 所以讲到 果妇就是 他已经回进 父亲的家 那么他已经 没有了 已经失去了 丈夫的保护了 如 利维吉 22章的13节说 只要被修的女人 就是 这时候已经是离了婚 那可能就是 由儿子来扶养 还是回到自己的 父亲 的家 那么 讲到这 两种的女人 寡妇 还是离婚夫人 他们可以 独立的 单独的来许愿 不受他人的认述 他有 不需要得到 谁的同意 OK 因为他已经不像 未婚少女要听从父亲 也没有丈夫 要替他做主 他所许的愿就是 各自来自自己 所许的 但是 他 必须为自己所许的愿 负责 所以 也同样的 不鼓励 随便 说出那些 耶稣自己的 冒 诗 话 Amen 进入第10到15节 其实他有一些同复的 句子 但是我们就 路过 度子 这个 然后我等一下会分段 OK 10节说到他若在丈夫家里许的愿或者许的事要许的事 丈夫听见了 却向了默默不渝 没有不允许 说他许的愿和耶稣自己的话 就都有效 他丈夫听见的日子 若把这些全废了 他口中一切所许的愿 或 耶稣自己的话 就不算为有效 他丈夫已把这些都废了 那耶稣也必赦免他 凡他所许的愿和 刻苦耶稣自己所许的事 丈夫可以经历 也可以 废去 倘若他丈夫天天向他默默不渝 这就算是坚定他一切所许的愿 或耶稣自己的话 因此 丈夫在听见的日子向他默默不渝 就算是坚定了这些话 但丈夫听见了 以后 若再废了这些话 就要 担当 夫人的 罪 你 这就是第15节所强调的 所以你发觉到在这个婚姻有效的期间 丈夫是有权利坚定或者是作废的 那我们要注意的就是 当丈夫默默不渝的时候 默默不渝就是等于默许 所以当丈夫默许的时候 就已经是 是有效的 那女人婚 后呢 许愿 只要得到丈夫的默许 就是已经确定成为有效 但是一旦让丈夫不同意 妻子所许的愿 就作废 那往后的日子就不得改变初衷 否则就要担当自己 妻子的罪 这是指着呢 丈夫所说的 所以我们意义要清除 这一点 所以这里我们讲到 进入这个 10到15节的时候 其实是强调的就是 男人的承担 那么 人向神许愿 而不还愿 我要说 要强调的就是 其实我们在欺骗神 那么神愿意看见我们养成 不 试言的一个好习惯 而不是 说话不算话的那一种 所以 言处必行 真的要做出一个成事无过的一个人 Amen 不然的话我们一氧蛋养成这个呢 试言的一个坏习惯的话 很多时候我们就 成为一个 说谎不老实的一个人 那么神不愿意看见我们存有这个 很不负责任的态度 一旦人 连上帝也敢欺骗的话 请问 还有谁他 不敢 骗人 对不对 所以我们就先分这个段 比较 就把这些经文抽出来的就是 在第4第7和11节 我们就来看 无论是父亲的或者是做丈夫的 假如他们是默默不已的话呢 就是 统一了 我们来看第4 重复一下第4节第7和第11节 第4节说到 他父亲听见他所许的愿和耶稣自己的话 却向他默默不已 他所许的愿和耶稣自己的话 就都有效 这个是指丈夫 指父亲 然后进入丈夫的话 他丈夫听见了 却在听见的日子向他默默不已 他所许的愿和耶稣自己的话 就都有效 然后进入第11节 又再重复呢 丈夫 丈夫听见 妾向他默默不已 没有 不允许 他所许的愿和耶稣自己的话 都有效 所以第1点 我们要看到 男人的承担力在哪里 无论是做父亲的或者是做丈夫的 一旦他们默默不已的话 就是他们已经同意 所以父亲对女儿的话呢 要负起这个责任是 在这个第4节 然后丈夫对妻子所许的愿 所许的话呢 要负责 是在第7到第 11节 所以请注意 然后我们进入第5节 和第12节的时候 他说 但是 若他父亲在他听见的日子 不允许他 一切所许的愿和耶稣自己的话 字 就不算为有效 热火也必赦免他 因为他的父亲 不允许 所以 请注意这节 他父亲 然后进入第12节的时候 他丈夫 所以 第5节是说到未婚人 第5节 第12节是指着那些 出嫁已婚的 女儿 那无论是父亲或者是丈夫 一旦他们开身反对的话 那么神就不会追究了 因为你看你注意一下 那个字就是 于和华也必赦免他 意思是说他所许的愿 只要呢 因为丈夫的遮盖和权柄 他没有犯这个 誓言的罪 那么神就不惩罚他 赦免了他 OK 那我们进入第15节 15节说到 但他丈夫听见 若使这两样全废了 就要担当夫人的罪孽 那么 第3个的就是 无论是父亲还是丈夫 只要是 拖延 否决 拖延 OK 然后他就要担当着罪孽 当然我们知道说他沉默的时候是承认 但是他听了他当时他也不说 又过了一段日子 然后 让妻子所许的愿 变成无效的时候 那么那个丈夫就要担起了 这个罪 那么总结的话 我怎样说呢 要很认真 要很慎重的 来看待我们所许的愿 要让他成为有效的 或者变成无效的话 我们分这个类 好让我们很清楚的看见 所以 在第1、第2节的时候 指到男人的时候 凡男人所许的愿 一旦许的就是有效的 他们真的不可誓言 一定要耶稣 自己 但是呢 只到未婚了还在 富家的时候 那父亲 只要听而不说的话 默默不语的话呢 那么一定是有效的 但是 只要父亲不允许的话呢 一定成无效 那么神就会赦免 所以讲到国父和离婚的女人呢 那么 他们所许的愿 都受自己的耶稣 肯定成为有效 那来到最后 已婚的女的时候 只要她在 丈夫的家中许愿 那么 丈夫听到有效的时候 那么 做丈夫可以 鉴定 她的 这个业 就变成有效 只要丈夫 遇到听了 而飞的时候 那也变成 就是 有效变成 那个 许的愿 就可以飞了 那么飞了这个 的话 那当然我们刚才 说到假设 他听了 那延迟 拖延 拖延否定的时候 那么他真的要担当个罪 这就是 总结 来到最后一节第16节 这是丈夫对待 妻子 父亲戴女儿 女儿年幼 还在妇家 由我所吩咐 墨序的律律 那么总结 在这16节里面 其实是讲的呢 只要是丈夫对待妻子 父亲对待出嫁的女儿 或者父亲对 那些还没出嫁的女儿 还在妇家中的 也和 都有他 吩咐墨序的律律 所以这里其实神要我们清楚的看见 所以他说 立的这些律法呢 其实是要妻子和女儿 明白过来 他们说许的愿 所以让我们好好的来认识到许愿本身呢 不是其中的目的 目的是在于当神设立了这些的律法的时候 是要让我们 百姓在许愿当中 好好学习 如何顺服 如何同行 那么只要我们能够进入这个 允许 和享受引起的这个 途径里面 就能够在神的允许中 好好的 活着 那么 人若为许愿而许愿 是用 处于 血气的方式来 持守自己的愿呢 自愿并不能蒙神的许愿的 所以希望我们明白这个道理 愿神 赐给我们在上的权柄 和他们的遮盖 愿我们 好好地来学习 该承担的就承担 该遮盖下面的人就要遮盖 这就是 为什么说 男人的承担 必定 重 所以我们就来一起 的 来 祷告 祷告呢 这些方式做一家自主的或者 为人父母或者做 长辈的 该如何 所以我们都知道 就是在上的 他们 的领导力 要付出责任和承担力 所以我们去祷告 父神满满心感谢赞美您 亲爱的天父 感谢你看中我们每一个人的 说话 感谢 你 借着这样来建立了夫妻之间的 这个沟通方式和权柄之下 也知道说来自丈夫的遮盖 所以 每当夫妻 在这种的情况之下 愿我们能够好好的沟通 辟致的尊重 好让我们在神的面前能够获得一个 永生义人的生活 感谢赞美 为主奉主耶稣得胜的名祈求 Amen 感谢赞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